大家好 我是纪录片还有多深的导演 汤湘祖 感谢各位抽空观赏我的纪录片 那这个纪录片是在 1998年、1999年制作的 到2000年播出 当时会做这个纪录片的原因是因为 我在兰宇这个地方 得到很多启示 尤其是那个其中的传组 那个西门诺 他给我的震撼非常非常大 就是关于主流的 主流的都市人 跟原住民之间的差异 但是我想 因为我们台湾是一个 像彩虹一样有非常多的 不同的民族 当然最多的是汉人 所以 如果我们不了解其中 一个民族的 他们的文化 或者不熟悉的话 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因此我做这个纪录片还有多深 他的母文化 他的家园的时候 他又获得了重生的机会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非常震撼 所以我决定做这个纪录片 但当时我没有做任何纪录片的经验 但是 台湾的那个 当时有纪录片辅导金 那可能 评审看到了我的企划以后 觉得 把那个辅导金的费用给我 是很适合的 所以 我就拿到了辅导金 做了这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做完之后 我陆续还做了 山有多高 路有多长 这个叫回家山不去 然后 还有后来还做了 赛勒克巴莱的 呃 纪录片叫余生 然后还有 做了 寻导奖经过 这所有的开始 就是这个纪录片 还有多深 但是他在技术上 并没有那么完美 有时候我自己看的时候 我都觉得太文艺腔了 但是我想 呃 那就是我当时的心情 所以 当各位看 我觉得 不好的地方 请大家 多多原谅 不好意思 然后至于 呃 台湾电影 呃 跟 呃 然后应该怎么说 就是 我身为一个电影片 电影的那个专业录音师 跟在做纪录片上 有什么差别呢 我觉得是没有 我觉得是没有 太大的那个冲突的 因为 我自己本身喜欢拍片 然后在做电影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两种旅行 第一个就是身体上的旅行 我借由拍片这件事情 可以到 很多我没去过的地方 即使是在台湾 有些地方 我也不可能去过 但是因为 借由拍片 借由拍电影这件事情 我可以在那边停留 甚至再到一个月 两个月 最后到世界各地 然后第二个是 心里的旅行 就是 我每次做一部片子的时候 我就跟着剧本里面的当事人 同时又经历了不一样的人生 我觉得这个是做这个工作 最吸引我 也是我最喜爱的地方 那纪录片呢 纪录片的意思也是一样的 但它的差别在于 我的主导权在我 所以我可以带我最好的朋友 去我自己想去的地方 那再一次我刚刚说的 台湾是个多边文化 先后移民的社会 那所以既然有这么多 不同的民族在 就在这个小小的 就在这个岛屿上面 我会想 身为一个台湾人 我会想更加充分地了解他们 所以我之后的纪录片 有很大的一部分 都是和原住民有关系 最后 谢谢大家观看这部电影 这部纪录片 我非常喜欢威士忌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临到 你们的国家 你们的城市 喝最好的威士忌 谢谢